哈囉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做介紹的 這個是算是KT裡面的 常見的車種 這台是TIDA 一代的TIDA 這台是四門款的 所以它的底盤 可以看到它是四孔 新款的話 Big TIDA或i TIDA 才是五孔的底盤 那今天除了要安裝 除了KT的道路板 避震器之外 還有一個工作 就是要把它前面的 下三角架 拆換成強化的 這個是龍銀 台灣Summit的產品 除了避震器之外 還要再把下三角架 前面的三角架把它做拆換 避震器的部分已經安裝好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它原廠拆下來的避震器 這個是右邊的避震器 這支的話是左邊 這個是前面 那前面的話 上座的部分 KT都有附 所以不需要再沿用原廠的上座 那後面的避震器 它的結構是拖一壁的 所以彈簧跟避震器是分開的 那上部的這些橡皮零件 KT也都有附 那前面的話 4D的版本 一般的話 我們是配置了6公斤 或者是要重一點 7公斤也可以 後面的話呢 配置的是5公斤 那要更重一點的話 也有6點多公斤的可以搭配 所以它的選擇性 相當的多元化 那目前輪胎鋁圈呢 都還是維持原廠15寸的規格 那這個是後面的避震器 已經安裝好了 它的調整機構呢 是在上方的 彈簧調整機構在上方 這個呢 就是彈簧調整機構 那後面的彈簧呢 剛剛提到過的是 配置了5公斤的彈簧 173公斤 那這個是後面的筒身 它的行程其實很長 這裡有做了一個 家常型的防身套 當車高降下來之後呢 它的防身套 會全部照住最需要保護的軸心地方 那KT呢 有附了一個緩衝的饅頭 防止呢 觸底的狀況 那後面的車高調整呢 是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彈簧跟避震器分開的 拖一B系統呢 調整車高呢 並不是靠後面的筒身來調整 是靠後面的彈簧機構 來做調整車高 所以今天的預計降下來的車高呢 大概是三指幅左右 原廠的車高是大概四指幅 再多一點點 所以降低的幅度其實也不多 那這台車可以降到最低的話呢 如果一般版本的話是大概可以降到一指幅左右 那如果要更低呢 我們也有其他的彈簧 更短一點彈簧呢 可以來做搭配 因為這台車賣得很好 所以我們打了很多不同規格的彈簧 這個是四門款的 這是後面的部分 那我們來看一下前面 前面的話呢 它的懸吊系統算是賣花城的懸吊系統 那在避震器上方呢 腳架的上方 這裡有一個離載鑽 下方有一個防晴桿 那離載鑽的固定位置呢 就跟原廠一樣 所以就直接沿用原廠的離載鑽就可以了 那前面的話 我們配置的是6公斤的彈簧 這是一般道路版的 比較舒適的版本 6公斤的 那一些油管固定架 還有ABS感應線呢 這些有預流孔 但四門款的 這台呢 並沒有ABS 所以只有留下預流孔而已 這是油管固定位置 那前面的彈簧呢 在這裡 它的車高調整呢 預計也是大概三指幅左右 那車高的調整呢 是從這個托板把它懸鬆 這個藍色的腳管呢 往下延伸 它的長度變長之後 車高就變高 那相反的 如果這裡的間距呢 縮短 它的車高就變低 那整體上來說呢 它的彈簧預載值 我們出廠的時候 都已經設定好了 所以這些預載呢 就不再動了 那唯一要調整的就是車高的部分 那等一下還要替換的是這個下山腳架 會換成Lowin Summit的強化的下山腳架 那前面阻尼的調整部分 在這個地方 這台車呢 其實它的上座是有三顆螺絲 這裡有預留了一個維修孔 那這個維修孔呢 比較不好拆 所以我們會把它上試蓋呢 全部都拆掉 那阻尼調整的部分 前面的話呢 是在這裡 在避震器上座的中心這裡 我們有附上座 這個軸層呢 還是日本KOYO的軸層 那阻尼的調整呢 從這個地方 順時針的話 它就是變硬 逆時針呢 變軟 它一共有30段的阻尼可以調整 那鏡頭中有看到白色的 因為這台車呢 它是在四蓋的下方 所以這裡呢 即便是原廠 也會常常會有積水 會有生鏽的狀況 那我們有塗附了一些黃油 來延緩它生鏽的狀況 如果車主有一般使用的時候 有做保養呢 也可以在洗完車 或者是雨季的時候呢 稍微噴塗一點黃油 那在阻尼用油的部分呢 我們所使用的是 義大利一整筒進口的IP阻尼油 油封的部分 所使用的是日本NOK的油封 用料的話都相當的不錯 好我們來看一下後面的部分 你可以洗車嗎 沒關係 後面的話呢 阻尼調整部分跟車友們都介紹一下 這個其實我們在YouTube裡面 也有Big Tita的詳細介紹 那這一台的後面阻尼呢 調整相當的方便 不論是四門款的 或者是Big Tita I Tita 在後面的行李箱裡面呢 這是後面的行李箱 當行李箱的兩側呢 避震器的上方 這裡呢都做了一個維修試孔 那這個維修試孔呢 我們把它本來是有一個扣住的 打開之後呢 從這裡呢 就能夠做阻尼的調整 順時針的話變硬 逆時針變軟 所以相當的方便 這個地方 那黑色的那個棒子呢 就是阻尼調整 那後面已經安裝好了 那現在的工作呢 就是在要安裝前面的下三腳架 因為三腳架的狀況不是很好 所以要直接把它開換成Summit 強化式 OK 以上是今天的四門款的Tita 安裝KT避震器的介紹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歡迎跟我們聯絡 KT熱信 謝謝 掰掰